这麻辣瓣还得吃西边的好吃 不过这儿这鱼丸好有嚼劲啊 因为这是用家里的 帝王蟹 东新班还有奥罗 刚做出来的鱼丸 我叫 这不是麻辣瓣啊 这是年夜饭 哈哈 就吃一下 喂 李总 那个冒充你非法几次的人 有线索吗 我去趟公司 有点深入处 这么晚了 一会儿就回来啊 没事没事 我没有吃呢 还能吃 那里那穷酸样 好嘴 掉在地上的东西你还吃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旁妹 真是丢人 你可真是美术馆开张啊 啊 壁画连篇 你啊 真是穷人嘴上不饶人 算了 我也敢能跟你计较 毕竟我的新男朋友可是个神秘富豪 谁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神秘富豪你懂不懂啊 那是有身份地位的 他呀 那是想低调不想抛头露面 不像你 找了一个带着孩子的老男人 不敢把他带到我们亲戚面前吧 我男朋友太忙了 一分钟挤砖上下 懂吗 哎呦 那正好 周末爷爷寿宴带来让我们见见呗 可以啊 退去吧 主事干啥呀 吃你的垃圾食品 我还不喜欢吃呢 这爷生成乡锁串 所以我给爷爷准备的生日礼物 你先带上楼吧 我去听乘 多少钱啊 贵 一个木头这么贵 人家生日快乐 新来了啊 新来了 17啊 这个座位就留给我的包吧 毕竟我们17 全身上下架在一起 还没有我这个包贵呢 康姐 既然是爷爷寿宴 又没有草船 别说是 老欧 17 那嫂子这边来做 还是嫂子对我最好了 我说石七啊 这礼物怎么带一份呢 这个函数只适合人美心善的人 像你一样 我们还是少人啊 你 装什么装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爷爷的秀里带了吗 不愧是家里从的揭不开锅 跑着来吃白什么的吧 爷爷 这个是我给你买的礼物 人箱手串 你会喜欢啊 石七 新了 我看一下 哎呦爷爷 这一看就是地摊便宜货 万一对身体有害呢 这种东西还是扔了吧 哎 哎 我这个手传两万块钱呢 两万块 还演呢 谁不知道你嫁了个穷男人 连吃饭都难 别说堂姐不帮你啊 我呀 谋了一条赚钱的好出路 老公 手机 我老公这个投资群啊 年收入三百万以下的人 都不可以进的 毕竟我们都是亲戚嘛 我们也破个例 来 只要投十万块钱 一个星期保证回本一百万 既然你老公这么厉害 他在哪高就啊 我老公这人比较低调 既然都是一家人 那我也不隐瞒大家了 他是义达集团的总裁 李翁 看你没见过世面的药 也是 像你这种穷鬼呀 也没什么机会 见这种大人物了 不好意思各位 我来晚了 我是姜石七的男朋友 我叫利东 太久了 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都叫利东 好 姜石七 你男朋友居然敢冒充总裁 我男朋友才是真正的有钱人 门口的大班就是我老公的 低调啊 更是我最便宜的一辆 前两天我刚订了一辆 柯尼赛格 马上回事 既然你说你是利东 那你应该知道 柯尼赛格 只能在张总那儿定 你能帮我联系一下 行了 这手机号啊 好像在另一个手机上 下次下次 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联系 小张 这两天 有人到你的店里来 替柯尼赛格吗 怎么可能啊 这除了您 谁还定得起柯尼赛格呀 等吃到了 我给您送过去啊 别走 我还有点事啊 我先走了 是是是 冒充我的身份 非法欺资 你就等着坐牢吧 行吧 坐 那个片子 你之前毁了我的城乡手串 还没有赔钱 不就两万块吗 我赔你就是了 我想你可能搞错了 那个手串 是野生沉水牙装 白旗男手串 是两万块钱 你酷 那手串的总价是 一百三十万